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培育和激發香港的 《新質生產力》這個嘉賓討論環節 自從《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 在去年九月 由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提出之後 引起了社會各方面 包括香港各界的高度關注 以及熱烈的討論 顧名思義 我們可以透過《新質》和《生產力》 這三個關鍵詞來理解這個概念的內涵 《新》是代表科技的創新 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中 是有主導的作用 而《質》就是代表《質優》 從生產要素的投入 去到生產組織的形成 再去到最終商品和服務的產出 整個過程都要高品質 而《生產力》所代表的就是先進生產力 正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宣東局長》也說 《新質生產力》 《起點是在於新》 《關鍵是在於質》 《而落腳點是生產力》 《去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將會為創科、產業鏈和實體經濟的發展 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開拓更深、更廣的新發展空間 同時值得留意的是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也強調 要因地制而發展新質生產力 正正為香港帶來這兩點的思考 首先香港應該怎樣結合了 自身的社會經濟情況和獨特的優勢 配合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精情上 香港可以擔當怎樣的角色 去服務國家所需呢 其次的就是 香港應該怎樣打造 有自己特色的港版新質生產力 藉著增強自身的經濟動力 發掘產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這正正是我們這個環節中 希望深入討論的議題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三位重量級的專家 去擔任我們討論環節的嘉賓 為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指點方向 他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內涵 分析對提升香港經濟格局的積極作用 好了 我們現在就去到討論環節的第一節 我想請各位嘉賓 每人發言大概五分鐘左右 去就著香港如何配合國家 打造新質生產力這個國策 去提升自身經濟發展動能 這個題目 分享一下你們的真資卓見 首先我想從我左手邊開始 先邀請特首政策組專家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政策研究所所長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蕭耿教授發言 歡迎蕭教授 非常榮幸 非常感謝 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新質生產力實際上 它一個大背景是關於地緣政治 所以它是國家與國家競爭的背景下 我們習主席提出來的 核心我覺得是兩個創新 一個是技術創新 這個在座的企業家們都懂 我的專長還有一個叫做制度創新 香港在這個領域是有巨大的機會的 因為香港我認為在未來40年 比過去40年還要更重要 那裡面我就講其實兩個方面的制度創新 一個就是說我們現在 大家都是在香港和內地兩邊跑 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二選一 你要不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工作 要不就是去深圳廣東生活工作 在香港的話有香港的好處 非常自由非常國際化 但是成本很高 在深圳有深圳的好處 那麼這個新質生產力呢 就是要求是什麼呢 我們要從這個二選一 這種競爭的關係 無奈的關係 要把它創造性的變成了 一加一大於二 那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這個大學就是一個雙總部 我們用香港的標準 用香港的運作方式 但是我們的運作空間是在深圳 所以我們在十年的時間呢 就是招了一萬個學生 現在有六百多個教授 全部是世界頂級的教授 那麼這個呢是香港 我們就是跟內地合作 通過制度創新是黑石線的 我最近也給我們財政市長 還有很多領導提了建議 就是說呢 就是在我們的北部都部區呢 我們應該有一個地方呢 是屬於香港的境內 但是呢是香港的關外 那麼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那個一線呢 這個海關呢 我們往後退幾公里 那麼這個呢就變成呢 就是香港的境內 關外 但是同時又是深圳的關內 境外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們有這種制度創新呢 我們可以吸引全球的企業 在這裡註冊 但是呢它可以在內地設第二總部 但是按照香港的稅收 按照香港的法律運作 因為深圳呢它可以委託香港的監管機構 香港的政府呢 去監管這個第二總部 那麼第二總部是在 比如說在閒海 那這兩個地方之間呢 實際上是沒有了關 沒有了海關 那麼他們來往就像在北京的東城區 西城區一樣 那麼今天沒有時間多講 我把這個拋出來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通過制度創新 就可以提高我們的生產力 那麼有機會呢 我再給大家這個匯報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呢 香港呢是港幣非常重要 但是現在香港還有這個數字貨幣 對吧 那麼未來呢 因為香港呢它作為橋樑呢 它要從 主要是跟歐美和內地聯繫 要轉到和全球其他地區 就是東盟啊中東啊 墨西哥啊 那麼人民幣呢 以人民幣計價的這個金融體系呢 我認為呢是香港未來的一個前途 那麼我們在這方面呢也需要創新 那麼我今天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裡 就是這個這個創新呢實際上呢我們已經正在進行 實際上呢我們現在講的實際上是 我們要創造一個跟人民幣掛鉤的第二港幣來開展呢 就是我們從增量上會有越來越多的 跟人民幣相關的這個業務 因為很多企業呢要走向這個東盟啊 走向這個全球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新資生產力的這個這個 這個自動創新呢 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這個機會和潛力 謝謝大家 好 感謝蕭教授的分享 那麼跟著下來 那麼我就先訪問葛博士 他是他剛剛其實上任沒有久的 負責領導香港新型工業發展辦公室的 香港第一位的工業專員 葛寧博士發言 那麼歡迎葛專員 大家好 本來呢我是想用白話 但是後來看到蕭教授呢是講普通話 我想呢就是四個人呢總不能是讓普通話的是吃虧 所以我用普通話二比二 那個就是在我在我的理解當中呢 就是其實新資生產力呢 我是從四個方面理解 第一呢它其實它不是一個概念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概念 它而是呢就是 是一個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發展 高質量發展的一個策略 第二呢它不是一個就是簡單的說呢 是一個一個或者說幾個特定領域的新科技範疇 它而且呢但是呢它是一個在促進啊 就是有關像生產科技進步生產力和競爭力提升的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可以稱之為新資生產力 然後呢另外呢就是它不是呢只是 局限於工業這個範疇 而是用於呢 而且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應用範疇 應用領域 第三個呢 最後一個呢就是新資生產力呢 它不是在技術和產業的自身 而是強調的是一個創新正如剛才蕭教授所說的 我們無論是模式創新還是製度創新 都是跟那個新資生產力很有關係 那麼香港呢這個我個人認為呢就是我們發展 高質量發展的其實是國家高質量發展的一部分 那麼香港是國家發展新資生產力的一個前沿 我們在發展新資生產力在我們看來呢 我們最關鍵是需要推動香港 形成具有香港優勢的這個實體經濟 然後呢推動有關這個新資 新型工業化的發展 大力的去發展 像素質經濟 綠色經濟 這樣的話呢就是可以呢 讓我們的科技成果呢 盡量的和盡快的應用在這個實際當中 從而能夠生成我們的這個新的動能 像在新資生產力的發展當中呢 我個人認為呢培育一個新資生產力 我們需要有四個要素 第一個呢一個地區和一個城市 或者一個國家 第一呢我們要有一批比較好的 可以做技術研究的大學或研究機構 第二個呢是我們要有一批 有能力去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機構 或者說公司 第三個呢我們需要有比較好的 相對或者說比較有優勢的這個基礎 就是創科的基礎設施或者環境 最後一個呢當然我們還需要有 比較先進的這個金融和服務 因為這些工作無論是科技成果轉化 還是產業化都需要錢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在香港呢我們可以看到 特區政府呢為了激發這個新資生產力呢 其實呢我們已經是做出來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像在上有我們講的就是技術研究 我們即使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之下 今年我們然拿出來了30個億 去做前沿技術研究 拿出另外30個億呢 去做人工智能的這個算力的應用去普及 然後呢而且呢我們還要拿出60個億呢 去做有關像生命健康學院 這些工作呢都是為了推動香港的0到1的這個能力 在中游方面也就是說成果轉化方面 去年呢我們就出台了100億的 產業員一家計劃來推動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 同一時間今年呢我們也會成立 推動成立呢那個半導體香港電子研發院 專注有關的研發 應用研發 那麼另外呢在下游方面 我們也就是產業方面 我們即將會推出來100億的這個 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針對三個方向 包括像人工智能與 人工智能與那個數據科學 生命健康科技 以及是行進製造與新能源 這三個方面的策略企業呢 他們在香港呢 新建智能生產線呢 我們都將會以配對的形式去資助 另外呢我們也聽取業界的聲音 所以呢特地的呢 是在將這個叫新型工業 資助計劃的資助額呢 上限呢去提升 從以前的一千百萬 提升到四千百萬 那我們也在講基礎設施啊 人力資源方面面 我們都做了很多的部署 那麼在座各位呢 都是香港工業的持份者 我們就認為呢 大家有必要的携手合作 來一起推動香港新制生產地的建設 然後推動新型工業化 然後呢我們就重塑香港新型工業 然後讓香港的工業呢 能夠成為香港的新的動能 謝謝 多謝郭專員 那麼跟著下來 我們會是來自紡織界的工業家 又是身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主席 以及立法會的議員陳祖行先生 歡迎Sunny 謝謝 多謝多謝Calvin 多謝我們CMA的邀請 我就單刀直入 就講講新質生產力啦 從生產力局的角度 大家都知道新產力局這個名字 所以最近其實很多人呢 就在問我們究竟 什麼叫新質生產力的了 對我們的分析或者我們的看法呢 都是分為三百部分 新、質和生產力 新可以有什麼呢 其實是新材料、新工藝、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新模式 這些都可以是新的 而質呢 當然很簡單 就覺得就是說 可能是產品的質量 生產流程的質量 但是還有一個質呢 是為何會有一個綠色生產呢 就是質不應該只是說 影響我自己的產品 而是你的製造過程的時候 你的質量不要影響其他外面的範圍 那代表著 譬如說 我還是要用一些票染去洗水 做牛仔褲的 那你就在影響那個環境 那這些質是不應該的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包含 我們的綠色生產 或者綠色科技 那這個就是質 那生產力呢 其實就代表 不只是說自己一間公司了 那是整個供應鏈 OK 因為我們的供應鏈 在不同的產業呢 都有不同的佈局 那我們國家的一個工業的發展裡面呢 我們有足夠的競爭力 在供應鏈上面去推動 那在供應鏈那裡 你也去到一個新模式 因為過去呢 我們有一個西方市場的購買模式 分銷模式 但是現在我們國家走得很快 由跨境電商也好等等呢 都是在改變著 那我們怎樣用新模式 繼續去建立我們的競爭力 那這個呢 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新質生產力 我們的看法 但是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為什麼會有新質生產力 這件事情 其實改革開放之後 大家想想 我想這裡有很多我們的前輩在這裡 我們帶的是什麼 我們香港 我們帶的是錢 我們帶技術 我們帶客人 進去內地去做生產 三來一寶 是吧 等等 一些的安排 而一路演變的時候呢 我們由很粗造的產品 做到越來越複雜 很多時候我們是做很多的 PASS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做到一些比較複雜的產品 用手機為例 我們以前叫我們的手機叫什麼 國產那些叫做山寨版手機 就是說那個質是未到的 但是隨著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 製造業的一路改進之後呢 其實我們是慢慢有做到一些叫做很高質量的產品 性價比也特別高 那這一方面就是國家除了說生產力裏面呢 它高質量發展裏面有提到一個什麼點呢 是中國品牌 這個都是走在一起的 大家要記住 那而中國品牌為什麼又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中產的人口 是不斷在這裡增加我們國家 而它的中產的那個收益也都在增加著 雖然最近都可能說比較不是那麼穩定 但是那個大方向都在增加著 所以我們國家的人民 以前可能是多些買外國品牌的東西 其實慢慢就變成買回中國品牌 因為我們的質 好了,我們的產品夠好 但是當產品夠好的時候呢 有一個中國很大的市場 大家正在忙著去爭這個中國市場 但是其實大家有沒有忘記 現在的產品很好的時候呢 也都可以打海外市場的 那誰去打 我們的內地品牌其實很不空的 還有他們本身製造的時候呢 他整體的生產和他的營運呢 都是以一個 optimize for 內銷市場的造市方法 他們可能是懂得說英文 但是並不代表他懂得跟外國人做生意 所以我會看的時候呢 從這個生產力的發展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很多 怎樣去管理供應鏈和生產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中國的品牌 一部分都可能是我們香港人 在內地的品牌 我們怎樣能夠把品牌質量 性價比做好之後呢 除了要供我們的內銷市場 就是我們的外國的市場 國際的市場 而我們香港的機構 香港人 香港的商人 生意人在座呢 都可以發揮到一個非常好的功效 因為我們除了自己的生意 亦都可以是拼船出海 跟我們內地的很多不同的機構 或者產品公司呢 一起去開拓這個市場 那這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一個新產 一個與時並進國家的工業發展裡面 引證出來下一步的一個發展 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 好 多謝Sunny的分享 在聽了三位嘉賓這麼精彩的分享之後 其實我們的業界都有很多問題想向各位請教的 那今天難得可以請到蕭教授 在百忙中從深圳趕到我們會場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向教授請教一下 你長期對香港跟內地 尤其是大灣區城市的經貿關係進行研究 你認為在發展新車生產力方面 香港的優勢何在 又在哪些方面存在短板 另外新車生產力 對推進越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和成績的合作 又會帶來什麼的機遇呢 謝謝教授 非常謝謝 感謝 這個剛才我講的這個新車生產力 實際上 我們香港和大灣區 已經在實現 大家想一想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騰訊 華為大疆 這些就是代表新車生產力 但是他們背後呢 都是香港和這個我們大灣區的城市和這個企業的合作 那這裡面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最關鍵的就是我們香港的生活方式 我們習主席肯定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我們國際化的 完全跟國際化接軌的隱藏環境 對吧 然後我們沒有任何萬惠管制 那麼這個是我剛才點的這些企業成功的最關鍵的 騰訊如果不在我們這裡上市 能有今天嗎 對吧 大疆是我們港客大出來的 對不對 華為原來一半的這個利潤都來自海外的 當然美國就對它進行制裁 對吧 所以我們實際上就是國家新車生產力的最重要的橋頭堡 對吧 但是問題在於什麼地方呢 香港我們的空間太小 我們招了這麼多的優才計畫 但是多少人能夠真正來香港 對吧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把香港的這個我們的制度和這個制度生態環境 對吧 這個優勢呢 跟大灣區的這個空間和市場和資源的優勢要結合 這個結合呢現在正在發生 但是呢我們就是在這個制度上有很多傳統的觀念呢 我們需要突破 對吧 那這個突破呢就是我現在在做的很多研究呢 都是要在這個方面進行突破 突破的目標是什麼呢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深港功能上實現同城 大灣區就融合了 然後呢就是通過剛才我提到的雙總部銜接雙循環 我們就會引領全球的高質量高質生產力的發展 謝謝 謝謝教授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要向同業界息息相關的工業專員 郭明博士提問 作為香港第一位工業專員 你在推動香港新型工業化進程的領軍人物 我想請你分享一下 特區政府和你個人對香港新型工業化 和新質生產力兩者的關係的理解 也都想你分享一下 發展新質生產力對香港落實創科發展藍圖 和推動本地工業的持續發展 有什麼啟示呢 謝謝 其實呢就是我個人看呢 就是無論是新資生產力還是新興工業化 其實這兩個事情呢 他們的共同點呢 都是以科技為核心 以創新呢是作為關鍵 新質生產力呢 為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呢 提供了堅持的物質技術基礎 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呢 它又給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支撐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錢 還是需要實體 而同一時間呢 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的過程當中呢 它又會產生新的問題新的需求 又進一步地促進了這個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所以這兩者之間呢是相輔相成的 那麼對於在香港來說呢 我們透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推動 或者賦能新興工業化 就是為了給香港呢 帶來一些新的動能 然後讓香港的創科有更好的環境 這是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 可以對於香港來說呢是一個極大的利好 因為在根據香港2022年年底頒布的 《香港創科發展藍圖》來說呢 我們要推動上中下游的全面發展 構建一個完整的這個產業鏈 就是創新產業鏈 這本身就是目標 而且你們的所有的目的呢 你可以看 也不是孫局長前言之見啊 恰恰就是為了推動新質生產力 那麼在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呢 其實在推動新質生產力方面呢 我們是有很堅實的基礎 也有確實的需要 因為我們的基礎研究非常強 那麼我們也是全球自由的經濟市場 並且呢我們還是有國際化 這個國際化呢我相信肖教師也知道 那是內地很多人都看中的東西 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我們之前呢都是在做有關的這個研發 我們不太注重去落地 那麼這是香港我們目前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要怎麼把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那這個目前是我們思考最多的問題 那麼在這段時間 我剛剛還入市還不到兩個月 我們已經大規模地在跟業界 包括跟不同的學者 智庫 包括內地做政策的研究的人員 我們都在溝通 然後我們也在學習他們的一些東西 我們希望持床不准 然後盡可能地有一些好的政策 能夠來支持 並且對現有的政策 能夠規定做一些 來製造雙綁的東西 來推動香港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工業的可持續發展 那麼這邊有一點呢就是 這個工業的發展正如今天幾個講者所講的 這是個體系 這是個系統工程 所以呢 不是政府一方面 單單就可以實行 更主要的還是要業界 還是要各失分者共同努力 我們唯一的不希望的呢就是 香港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轉型 這是三次工業轉型 或者產業轉型 這三次轉型呢 不管我們是願意不願意 我們很順利地過去了 而這次轉型呢 我們不能 這是香港面臨的第四次轉型 這次轉型呢 確實要靠我們主動有為 而不能再被動了 這個就是我想分享的 謝謝 好 多謝專員的分享 加快傳統產業 在這個創新發展 是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一環 相信這對香港也是同樣適用的 那接下來我要向新宇提問一下 大家都知道新宇你身兼多職 首先我想你從 你就著你是工業界代表的身份提問 即作為一個代表香港紡織業資深的工業家 你認為香港傳統產業 包括了中小企業 應該由哪一方面去著手 去建立這個新質生產力呢 另一方面 你作為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主席 那你亦都怎樣帶領 香港這個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 去和特區政府怎樣去為業界 提供一些適切的協助呢 謝謝珍妮 好 謝謝教佛 其實我們香港的工業家 在這裡呢 過去這二三十年呢 是發揮得非常之好 在不同的領域上面 可能上中下游 在某些產品上面 是在全球性做到一個很有領導的地位 當現在來到一個新的一個 inflection point 你去那個地方 你要再向前走的時候呢 其實香港那個角色是改變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 在香港以前做得的 現在是做不到 譬如它的工資 它的工廠的地方 人才等等 是改變了 所以相應地呢 我們的工業在香港的發展呢 是沒有辦法 是用一個方法去解決 譬如我們做紡織制 易興工業的 我們主要是會是 在我們的可能研發 在我們的供應鏈管理上面的配套 是遙距去管理我們 可能在印尼 萬加拉這些工廠 我們要的技術成分 跟其他某些產業不同 譬如我們說的健康食品 醫藥那些 可能我們會在香港開一間工廠 這些政府都給我們做了資助 所以在這些不同的產業 在香港的發展的改變上面 我們會相應的調整 但是同時間 我們仍然都是看回 生質生產力的上面 主要就是說 怎樣用創新科技 在我們的供應鏈上面 去提升我們整體的競爭力 競爭優勢 而大家能夠看到不同的國家和城市 當它的GDP一路上升的時候 其實它到最後 它就會將中間的人口密集的製造等等 就會全部遷離 它一般就會留在上游和下游那裡 其他其實是以我們的創新科技的應用 第二就是品牌 我們以前可能幫人來做 但是我們應該越來越多 就會有自己的品牌 我想這裡在座多很多都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這些我相信是一個大的方向 是我們香港的工業會這樣去行 而在生產力那邊 我們絕對是會很支持 我們不斷在分析研究生質生產力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斷做很多的諮詢工作 因為每一個行業 它需要的東西都會不同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這樣說 所以當我們了解了 每個行業的需求 我們就看回 它需要的創新科技應用上面 究竟它的難處在哪裡 它需要幫忙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就需要配備適當的什麼呢 技術 所以我們是過去這一兩年 其實我們是鞏固了很多 我們關於我們的deep tech 我們的AI 我們的robotics 機械人 以及我們綠色的科技 的人才 技術那些 我們不斷在優化 在強化 也都希望能夠掌握到這些科技 能夠幫到那些企業 但好像我們說 你幫去升級轉型 其實都還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要有錢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可以 advice 可以去幫我們的企業 看看怎樣能夠向香港政府 申請一些不同的資助計劃 去幫我們實現我們的新型工業化 香港設計工廠等等 第二個就是你有了錢 我們要幫你幫科技 要落地 但是落地之後 你要有人才培訓 因為你培訓到對的人 由你上面高層 到你一部機械的操作員 technician 都需要的 所以從這三個大的範疇 就希望能夠可以幫 不是靜止大企業 而是中小企 都能夠可以去 爭取到這個新質生產領裡面 過程的一個企業上面的能力的提升 好,多謝Sunny 那時間我們來到這個互動環節 希望邀請各位台下的嘉賓 都可以參加我們的討論 應該時間去到 大概可以三至四題左右 如果各位想提問 希望舉手事宜 講一講你的名字 代表的機構 以及你想哪位去答你的問題 我看到茶藝超主席 剛剛舉手 可不可以給他一個麥克風 如果再有興趣提問 可以先舉手 工作人員可以預備 那個麥克風 我看到Stella 後面也都 科技員主席Sunny 有一個問題 想給工業專員 孫東教授公開講過 2027 想我們的工業 GDP 由現在的1.1到5% 現在根據新質生產力 你有什麼計劃去達成這個願望 這個題目很難答 首先 不好意思主席 這不是2027 是2032 2027是1.5% 現在香港 如果我沒說錯 去年已經達到1.1% 所以 你都看到了 我們現在最主要 香港現在 你知道 第一是有地 因為現在 我們真的有很多企業 我們都接觸緊 因為香港現在地 暫時是一個相對比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才會在香港 在新城的研發中心 接著 我們現在也 積極地鼓勵他們 去做中市 因為中市 那個地方 不一定是很大的 就是鼓勵做中市 同一時間 我們都是 剛才一直在統一界 不同的同仁 都是問人的問題 究竟是這個數字 怎麼統計出來的 就是 因為香港其實 都有很多的 超輸 現在都是外面 甚至在香港 現在我們也說 比方是 一個簡單的例子 香港現在的創作方面 很多公司是做軟件 如果它做IC design 它設計出來的方案 接著它可能是 加工在外面 但是它交付 最終交付給人 在芯片 它把軟件放進去 所有的knowledge都是在那邊 那這個記不記得 等等 這邊我們都是很好的 因為現在 整個大的環境都不同了 我們真的有 我個人覺得 我們都要review一下 香港怎麼看 那個 創作對社會的貢獻 這個真的需要看 review的 這個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們都 都會是 配合人才 你知道就是 沒有這個人才 現在 我們跟好幾間 講一些企業 談 就是希望他們到香港 分開到香港 因為他們都有工廠的發展計劃 跟我們講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工人 工人 就說香港無數的工人 這個都出示了我們 去面對這個情況 去想一下怎麼幫助他們 去解決 當然了 我們都有錢 有給的嘛 所以我們都出台了很快 今年年 下半年 我們就會出台 1001個 生產工人 加速計劃 我們透過這個計劃 我們想 可以 50到100間 企業到香港 來投資生產市 以最低的標準 都要兩億 它要投資兩億 政府比一億 一比二會比 我們希望這些企業到香港之後 可以再拉動 整個香港 那個 manufacturing的GDP 謝謝 好 謝謝下一位 Stella 再下一位 可不可以舉另一手呢 工作同事 Alpha 左邊 我是廠商會的李慧芬 我想有個問題想請教授的 剛才你提到這個第二人民幣的 我想可以講多一點點 生產力如何配合這個第二的人民幣 還有香港系金融服務的 要怎麼去配合國家的發展呢 謝謝教授 香港呢 我們最重要的軟實力 就是我們的港幣 通常問我的學生 What is really made in Hong Kong 港幣是香港 made 但是港幣它跟美元掛鉤 它現在美元不是很穩定 對吧 但是港幣呢 又是我們非常重要的 從存量上來講呢 我們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呢 就是從這個邊際上來講 我們的增量啊 我們香港現在未來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 比如說這個東盟 我們有很多這個國內的企業 要到東盟去投資 那它如果不經過香港呢 它直接去呢 它困難重重 那麼我們香港呢 起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在這個標準 法律 還有比如說貿易融資 投資 這方面呢 我們呢 要幫助他們 就是香港它是一個服務型的經濟體 它一定是要為這個 內地和東盟這些要做服務的 那在這個服務的過程中呢 未來呢 它很多的貿易融資 還有這個投資 到東盟去投資 國內的企業 這些呢 它都一定是要用人民幣的 它如果用美元呢 風險太高了 所以就是說呢 這個 我前面也講了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 這個 國際經濟合作超級特區呢 那就是為了方便呢 就是說呢 這個內地的企業 和東盟的企業呢 它都可以到我們這個 超級經濟特區呢 非常自由的 來使用呢 就是說呢 比如說跟人民幣掛鉤的這種港幣 然後呢 當然就是類似於我們這種 數字的穩定幣 還有區塊鏈 還有智慧合約下面的 新的未來的這個金融基礎設施 那這個呢 就是為我們香港未來的 國際金融中心呢 是它的基礎設施來投資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呢 我們香港未來我認為是應該 成為一個設定這種 製造業的標準啊 品牌的標準啊 品牌的標準啊 還有這個貿易融資的標準啊 還有外商這個 到外面去FDI啊 這些標準 對吧 就是Made in Hong Kong 是它的一種制度 就是港幣背後 它包含是一整套的這個 普通法啊 還有監管啊 還有我們的文化啊 開放啊 這種制度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我們香港的 看家的本領 然後有了這個東西以後呢 我們就跟大灣區在空間上合作呢 我們香港的物理空間就擴隆了 一擴隆的話呢 全世界的這個跨國公司啊 國內企業 可能都會到我們香港來設個第一種部 然後第二種部 我們可以讓它就設到大灣區去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說呢 這個不管是財政上啊 還是就業方面啊 還有這個整個經濟啊 這個發展呢 就會有一個可持續的發展 謝謝教授 下一位啊 中間 梁日昌 新年主席 你好 我姓梁 梁日昌 CMA 我從事鞋業製造的 跟你紡織製衣都很相近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屬於一些 香港的叫做傳統工業 或者傳統產業 那麼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新產力操進局會不會有些什麼方案 為我們這一類傳統產業 譬如說 甚至乎電子啊 玩具啊 這樣 幫我們去達到這個新質生產力呢 多謝 好 謝謝 我們都回到我們新質生產力裡面的定義 還有生產力的可以怎樣幫到 好像我剛剛說 其實我們要從痛點開始看 究竟我們做鞋 我們的輕工業 先當輕工業 究竟我們的痛點在哪裡 我們怎樣加強競爭優勢 為什麼我們的客 客是誰呢 大家想想 客就是我們可能西方國家裡面它的品牌 可能它的retailer 它的分銷商 它為什麼要買我們的產品 我們要考清楚了 產品要新 要質 就是說它的新材料 它說我紡織制衣了 那我的衣服是不是透氣又會特別好些 有風又會涼些 流汗又不會臭等等 這個就是那個新的物料 新的產品 那個產品會不會有得智能化些 是不是 那有些說 它自己的風扇會打開 還是怎樣 所以那個產品的智能化 產品的創新科的形容 令到我們的產品 在我們的客面前 是能夠有這個吸引力 有競爭力 這個就是能夠提升我們說的 新質生產力的一個體現 我不知道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的行業裡面 我們更加要不斷建立我們自己的品牌 OK 為什麼我現在不斷地推動中 說自己的品牌很重要呢 過往我開了品牌 我一個好痛苦的 我要去不同的國家 找找找找有購買 以前直接的方法能够可以 卖我们自己的自家品牌的产品出去 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我们怎样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提升之余 变成我们自己的品牌 而赚我们品牌的钱 那我想给大家过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我太太不知道哪里 就拿了一个3000元的风筒回来 哇,很棒啊,很好啊 用一下用一下 用到爬发觉都不行的 接着回大陆那天就看到一个小米 150元,多好用啊 它有可能差一点点 它的功能差到一点点 但是性价比一流 英不英俊,又够英俊 我相信大家现在很多人用了小米的东西 小米电话,小米电视 很多东西就买了他的车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是我们只要自己将我们的产品技术提升之后 我们要用我们的自家品牌去推动 将我们那个消费者选择买什么的话语权 慢慢慢慢扭过来 在我们,我们国家,我们香港的手上的时候 我们长远的发展 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就会体现到结果出来 谢谢 好,谢谢Sandy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两条问题了 那那边工作人员 Sandy Alpha先 好,不好意思 想向萧教授请教一下 刚才萧教授提了一两次 说新质生产力除了创新科技之外 也都包括体制制度的改善微调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萧教授 可不可以更详细、更具体一点 去讲一下香港的体制方面 有什么可以微调改善的地方 那么我们新的工业专业在那里 那我们大家可以探访一下吗 谢谢 教授 这个制度创新呢 其实就是说是无本万利 因为制度创新是什么意思呢 你改变一些游戏规则嘛 对吧 然后呢 一下子机会就来了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是说呢 就是在我们那个北部都会区呢 我们如果画出一块地方来 变成香港的关外 境内 那立刻就是深圳的关内 境外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 全中国的人民来香港不需要签证 随时可以过来 打个车就过来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会导致我们现在这个 现在香港人不是北上消费嘛 对吧 那个是因为成本嘛 对吧 这个是大趋势嘛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度创新 然后我们在香港呢 就是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 生活方式 内地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都有 那他就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外商呢 如果在我们香港如果有个超级特区 对吧 在这里呢他可以见到全中国的顾客 那你说他这个心理都大啊 他就会过来啊 进来啊 那这些事情呢是不需要成本的 它就是需要我们解放思想 对吧 而且我们这个作为这个特区啊 我们完全有自主权啊 我把我的海关往后面推几公里嘛 对吧 那么我们整个原来北部东西那块地方 是没有任何产业 也空的嘛 对吧 荒山嘛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用起来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制度创新 但是这些制度创新呢 它就要改变我们传统的观念 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管的 就是我们管 跟深圳无关 这个地方是深圳管的 我们就不能动 现在呢都是数字化了 我们要从这个属地监管的概念呢 转移到就是以市场主体 进行精准监管 对吧 就是我们就是说呢 有很多就是要 要元宇宙 我们讲元宇宙嘛 对吧 元宇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同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世界 所谓不同的世界就是不同的制度 对吧 那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 但是我们呢 就是说了这个香港呢 因为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超稳定啊 就是我们以后的传统的这个规矩都不改的 对吧 这个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个 这个新制生产力的这个背景下呢 我们一定要突破 原来的这些概念 是吧 你说北部东区 北部东区原来就是说 那个地方是实行清朝的传统和制度 當時港英政府說那個地方不要發展 我們現在特區政府說我們要發展 那肯定要改變這個制度 你不改變制度是怎麼發展的 所以我就提出來看看我們這個專業有什麼想法 好 謝謝教授 最後一條問題 Stanley 麻煩你 專業的郭專員你好 我是廠商會永星化工的張志賢 我們的企業就是涉及到新型微電子 半導體封裝和新能源汽車和海洋防腐 有個問題想今天請教各專員 廠商會我們一直都是倡議香港 應該大力發展這個港版的中市 打造成為向世界和服務大灣區的一個科技的中市 以及轉化的樞紐 中市是連接科技和市場中間的環節 也是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一個趨發劑 更加以創新的科技帶動 提升產業高品質發展的一條捷徑 可以說是發展在中市正正在培育了 港版新質生產力的一個上階的次入點 我想請教各專員分享一下 特區政府對發展港版中市的看法 以及創科工業局在這方面的政策 以及將來的工作部署 多謝 謝謝你的問題 中市的確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恰恰是在科研後 在大批量產品大批量生產前的一個小規模試驗 那麼有助於完成對技術的一個測試 對工藝的一個驗證 以及是對重要參數的一個認證 那麼它是對未來科技生活轉化 以及大批量生產 特別是整個下游的量產 它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這一點我們是非常認同的 而我們也注意到 就是國家目前將整個大灣區 整個創科發展的 其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功能定位 就是在世界要變為全球有影響力的 這個科技中式驗證 以及叫成果轉化推廣的一個中心 而這個中心 這個定位裡面呢 香港和深圳的角色極其重要 因為香港我們在原始創新的方面 是非常強的 那麼現在我們恰恰就是要推動原始創新的這個意念 怎麼能夠轉化成生產力 轉化成產品 就這一點呢 我可以回答您兩點 其實我們已經出台了不少政策 比方說我們目前出台了兩個100億的項目 就是創科局自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個計劃 就是兩個100億 一個是去年的產業營一加計劃 和今年即將推出來的100億的就是新興工業加速計劃 這兩個計劃呢 都是為了推動科技成果轉移和產業化 而這兩個 在這兩個計劃裡面呢 我們都包括了中式的內容 換句話來說 中式是我們服務和資助配對服務的一個內容 是可以去扶持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目前找 我剛才也向大家匯報 目前找我們的企業 想來香港的企業 坦誠而言非常多 那麼最主要呢 可能是住院的政治環境啊 經濟情況等等 當然也看中了 香港目前整個創科的氛圍 和我們的政策 我們昨天還跟深圳市的 一批做政策的人同事 進行了一個探討 就是兩邊看一看 在科創政策上面和產業政策上面 我們兩邊的不同差異 我們發現他們反過來 讚我們說香港做得很好 從這一點上面來說呢 所以很多企業呢 現在也在紛紛的到香港來 他們到香港來呢 我們就要求 第一他要做研發中心 第二我們確實是想他推動了中式 因為這一屆特區政府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一點 我們已經改變了個思路 我們開始以產業導向為原則 就是想推動科技成果在本地的轉化 以及產業化 所以這個呢 我們會持續地去看 審視我們目前的政策 並且看大家的需求 在 以方便我們做 在適當的時候做合適的 這個相關的政策來推動和支持 這個中式來推動香港的產業發展 謝謝 好 多謝專員 也多謝各位台下的嘉賓 這麼熱烈的提問 轉眼間今天的論壇 已經來到尾聲了 我代表廠商會 衷心感謝台上參與討論的三位嘉賓 多謝各位嘉賓為香港 新則生產力出謀獻策 為大家提供了很有啟發性的一些分享 可以代表廠商會 多謝各位出席和支持 衷心希望香港業界 能夠在特區政府的大令之下 觸緊國家發展 順的機遇 順勢而為 積極創新 打造出強大的港版新質生產力 推動香港經濟邁向新的歷程 多謝大家